好了,我們今天的行程呢 就是要去東京巨蛋 看今天沒有太陽呢 就超冷的 右左左轉 沒有太陽都超冷的 記得戴手套 如果你可以戴這種微博的話呢 記得戴起來 超冷的 走吧,去東京巨蛋 Let's go 經過這麼多年 我們又回到了巨人球場 東京巨蛋 那我們今天呢 沒有比賽,因為冬天 明年的那個經典賽呢 在這邊開打 那我們今天呢去看一下 放球博物館吧 我們在駕駛員的 沒有看過駕駛員的 那我們在東京呢 我們來看一下 日本放球明燈堂的博物館 Let's go 這個 高呼球的 高呼球 一號桿的 謝謝 謝謝 我們在巨人隊買了一個 高呼球 的套子 超好看的 日本放球的 Hole Frame呢 就是他的 棒球明燈堂呢 他的博物館 就在東京巨蛋 然後我來東京巨蛋 這麼多次呢 我從來沒有機會進去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帶大家呢 我們來逛一下 位於東京 日本巨蛋的 棒球明燈紀念館 Let's go 一點才開 我們又來搶頭箱了 一點才開 我們又來搶頭箱了 一點才開 卡圖OK 我們就入場 六百塊 只能付現金 2022年呢 新的加入明燈堂的 人員三位 那這邊呢 就是每一個球隊的一些 用過的 實戰的 一些設備 Yoko Hama 然後廣島 然後 中日龍在 大阪巨人 SWALLOW 版神 大五祥品的 這邊可以看到 王貞智 也通算了 八六八全的 然後 很難關於 大阪巨人 要請的 大阪巨人 不幸 必須要請 開設 大阪巨人 如果是不幸 大阪巨人 西川巨人 大阪巨人 山本 等到大阪巨人 大阪巨人 打造 大阪巨人 1965年 南海報告知 大阪巨人 大阪巨人 好 我們再去看下一個野球的歷史 棒球的歷史 這個是王貞智756 破全世界的前檔 新世界紀錄 這是棒球的歷史 那他這個棒球呢 他是追溯到1834年 不過都是寫日文 所以看不太懂 然後這是波斯頓的那個棒球隊 這個 馬出雜嘎 波巴米 歷史歐 那這個 這個 當時呢 那個baby loose 他也有去那個甲子園校長 打過比賽 左邊呢 是寫的美國棒球的歷史 那右邊呢 是寫日本棒球歷史的發展 1872年 1872年 棒球從美國呢 帶入日本 唔 綠藝 無名界 卡弄 這個 同一個雕像呢 既然可以在東京呢 那還有在那個 版神 看得到 好 女子棒球 那這個是2006年呢 WTC 實戰球衣 2009年的獎盃 2019年呢拿到12強的冠軍 他這邊就放很多 每個進入民燈堂的一些同標 那現場呢我們看一下呢 我們 我知道的有誰 因為我畢竟對日本之棒 認知才是有限 哎 馬主義 一陣子馬主義 他在2018年呢 進入了棒 日本的棒球名人堂 金本之憲 原成德那個巨人的總教頭 那這邊呢 還可以看到誰呢 可以看到王真智 1994年 王真智 868全力檔 那1995年呢 這邊也看到了 吳昌真 這邊看到伊東琴 如果當時呢 如果你跟我看過那個小耳朵的話呢 伊東琴 西武的捕手 那 新野現衣呢 我們在甲子圓棒球場的時候 常看到他的名字出現 秋三星了 阿喜亞馬 當時在那個 跟郭太元呢 是投手 跟伊東琴呢 幾乎是同一個年代的西武選手 然後還有NOMO 野貌英雄 然後還有NOMO 野貌英雄 那為什麼說150年呢 他在明治五年 1872年呢 有美國的老師呢 來這邊 叫做Wilson 剛好看到 就是美國的教師呢 然後來這邊把棒球呢 帶入了日本 那所以呢 今年2022年呢 剛好是棒球發展 150年的紀念 開成學校呢 現在是東京大學 也許有一天呢 我們有機會的話呢 我們呢 來這個日本野球的發展地呢 我們去看一下這個雕像 OK那在這影片呢 希望你會喜歡一樣呢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Jerry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野球手 按讚 記得按讚 ص Пока 我更欣賞 我更好 網友 我再教你 請到 我更欣賞 請到